原标题 在全城内斗不断的消息后 萨拉丁大喜过望 马上率领三万大军突围耶路撒冷 企图赢得胜战夺回耶路撒冷 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能征善战的他 最后却栽在一个小屁孩手中 报德温四世巨长 这个小屁孩就是耶路撒冷 继位不久的国王报德温四世 报德温四世是报德温三世的职子 原本国王的位子轮不到他 但在他出生的时候 一清的贵族和报德温三世开玩笑说 大概除了能给报德温四世一个名字外 也不可能再有别的礼物了吧 时至盛年的报德温三世大笑着说 还有一路撒冷 没想到一语成衬 次年报德温三世便因病去世 由于报德温四世得到过王位继承的许诺 他的父亲阿玛里克一世便以他年幼为由继承了王位 在阿玛里克一世在位时 报德温四世的老师威廉就发现 他的左臂没有痛感 经过医生的诊断 最终被确诊患有麻风病 当时麻风病多发于十字军中 由于医学落后 解释不了这一病症的人们 便认为德这种病是上天对病人的惩罚 因此对麻风病患者非常歧视 报德温四世患有麻风病的消息 在耶路撒冷传播得很快 大家很快就知道 未来的国王将会在麻风病的侵蚀下 不可能有精力执政 更不可能留下子嗣 一些贵族便开始蠢蠢欲动 时刻准备颠覆王朝 报德温四世十三岁时 严富力强的阿玛里克一世在攻打埃及时 不慎感染了十亿 死在了异国他乡 蠢蠢欲动的贵族势力 按王室规定 不满十五岁是不能继承王位的 同时由于耶路撒冷是圣帝 罗马教廷认为 由一个麻风病人成为圣帝的国王 无疑会违反罗马 教廷关于麻风病是上天对罪人的惩罚这一说 因此罗马教廷并不愿意 让报德温四世继承王位 不过耶路撒冷的意愿和当地大主教 却忠实地践行了报德温三世曾经的许诺 将报德温四世扶上了王位 报德温四世继位后 贵族势力开始发生内乱 阿游布王朝萨拉丁也想趁火打劫 率领大军攻击 面对内忧外患 报德温四世不顾身体 已经受麻风病摧残 召集了375名骑士和3000名步兵 到埃斯卡文加强防御 不幸被萨拉丁率领的26000士兵围困在了城中 当时士兵们都认为难逃一死 因此非常消极 报德温四世非常冷静地命令 伯利恒大主教 取出基督教圣物大十字架 随后他匍匐在地 向上帝热切地祈祷 希望上帝自与他胜利 由于他的祷告词说得非常感人 打动了在场的士兵们 大家热泪盈眶 抱着壮烈牺牲的决心 在得到他的命令后 向萨拉丁发起了重风 萨拉丁围城后 对报德温四世的小股士兵不屑一顾 所以他只留下了少量人马负责围城 放纵大队人马四处截掠 剩下的人则留在营帐中休息 蒙吉萨战役报德温四世的士兵们 巧妙地冲出城后 以极快的速度袭击了萨拉丁的阵地 一时萨拉丁的军队陷入一片混乱 大家来不及组成战阵 便已溃不成军 甚至有些军队根本不敢与士气高涨的 耶路撒冷士兵们交战便落荒而逃 很快 耶路撒冷士兵就全监了萨拉丁的军队 狼狈的萨拉丁眼看不敌 在护卫的掩护下才得以逃脱 这就是历史上颇有名气的蒙吉萨战役 这场以少胜多的战役 为报德温四世赢得了生育 也稳定了政权 至于萨拉丁 虽然有心再次向耶路撒冷发起攻击 但阿犹布王朝的贵族们却认为 之所以在蒙吉萨战役之所以会惨败 是真主对他们的惩罚 因此 他们拒绝和萨拉丁进攻耶路撒冷 外患解 除后 身体逐渐腐烂的巴德温四世 又以他天才的治国能力 来调和各贵族之间的矛盾 同时 他又以宽大的胸怀 接受了其他教派共同治理耶路撒冷 尽管巴德温四世非常努力的 与命运和宫廷内部各派是对抗 他也努力想使耶路撒冷保持兴盛的模样 遗憾的是 麻风病以极快的速度 让他的身体溃烂 面部毁容 眼睛失明 手脚萎缩 最后英年早逝 足于二十四岁 到德温四世去世不久 萨拉丁便卷土重来 面对强势来袭的萨拉丁 耶路撒冷士兵集体投降 从此 耶路撒冷王国不复存在 参考文献 耶路撒冷三千年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词匡疗 5公斤 早逝 匡疗 明天 有适 5公斤 高